狼狼新教练点名表扬一届年 吉林队的双江组合也要重磅的入选 替补五人组将会在国际大赛证明自己 看来杜丰还是选错了人 而新教练将会弥补这个缺失 在明年世界杯的大赛当中证明自己 提到新一届的狼子狼球国家队教练 到底比杜丰要好多少呢 并且在大赛当中据了解到 这名新教练上位之后 首先点名表扬了 狼狼国家队过去的一个 也是现役的狼狼第一中锋 他就是一剑连 谈到一剑连相信呢 大家对他没有任何反对意见 因为一剑连他在后姚明时代扛起了重任 现在的一剑连不仅是广东队的大中锋 而且一剑连哪怕说他过去受过重伤 但是一剑连他在西边的赛事 依旧能够拿到当场20分以上的数据 并且爆发力跟得分能力 再加上狼板球都是相当优秀 就了解到 新教练取代了杜丰 他一上来直接公开发话 标扬了一剑连 在乔尔杰维奇看来呢 他一直也来最欣赏狼狼国家队的中锋 那就是一剑连了 所以呢 接下来随着新主帅他的上位之后 一剑连首先被第一个点名表扬 很大概率被提拔回归 当然了以一剑连如今的身体状态来看 他还是不能打首发 但可以充当替补的中锋 让周奇去打首发 然后包括了吉林队的双将组合 大家都有目共睹 在CBA的大赛当中 双将组合在球场当中的发挥水平 配合能力那是相当到位相当优秀的 上个赛季如果大家认真观看比赛 你会发现吉林队正是因为双将组合极大的配合能力 而且超强了默契港 所以才能够在球场当中连续击败 北京首干队打进了八强 那么接着呢 还包括了我们非常优素的广东队的周鹏 随着他被杜峰给提拔回归之后 接下来也是新主帅要大力提拔的前锋 周鹏可以去充当替补的前锋 搭档上了江雨昕 最后我们要了解到的后卫线球员 那么除了江伟泽去充当替补 其实在球队当中呢 在我个人看来 那么其实后卫线还有一位 林薇他也是可以充当后卫线的替补 林薇也是具备超强的爆发力 最起码新赛季的CBA 这位顶级的后卫选手呢 是成功打了出来 所以说呢 提到以上的五大替补人选啊 也是接下来新一届的主教练要大力提拔的 包括广东队的一届年 这位狼狼队伍当中的现役一哥 还有呢 包括了吉林队的双江组合 早就应该被提拔了 而只不过杜逢在过去不懂得重用他们而已 新一届的主教练上位之后 他首先前往了杭州 观看CBA的比赛 观看我们本土队员的发挥 从中优中选优 选出最佳一套的核心阵容 希望以上所提到的五大核心啊 都会被新主帅给提拔上去 尤其是吉林队的双江组合 跟广东队的一届年 大家觉得如何 是否认可这个安排 他拿您的想法 谢谢大家